優美的公園景致 宜山放海 園區花草夢盛 還有牆面藝術及小糧亭 如果不說你可能很難相信 這裡是林邊鄉第六公墓 從而樓旁的綠地 提供樹葬 花葬及壁葬 是屏東縣目前為三 推廣環保自然葬的象徵 正是在提供 我們這個祖安葬 我們這裡有樹葬 花葬 有壁葬 我們頭上的就是納古塔 因為正在推行這三種藏法 這對我們人的 一些環境的衛生非常好 因為我們地點 我們這裡的環境不錯 比較漂亮 屏東縣林邊 九爐 林若等三箱 都有設置環保自然葬 其中以涵蓋樹葬 花葬及避葬的林邊香 建置最為完整 102年開始推廣 截至目前統計已達30人 而今年出現的首位花葬 家屬表示受葬者相當支持環保 所以選擇以拋撒的花葬走為人生最後一程 花葬也真的目前有1位 近年就有1位啦 樹葬有30位 比什麼目前要還沒 如果你說一些的來探望我們生人的那個 在這裡因為樹葬花葬 對這個也非常好 一些東西來這裡看 環境又油味又漂亮 一般的話民眾如果說葬下去的話 他們平常都可以過來 不用一定說特定的時間這樣子 那過來就大概看一下整個位置 然後可以走走看一下 這邊一造型就像個小公園 對 就公園化了那種概念 管理員表示 目前最遠有來自北部的民眾 看重臨邊一山傍海的景致 而選擇安葬此地 家屬有空也會來園區走走 緬懷仙人 而為了推廣回歸自然 不立碑不造墳的環保障 目前不分鄉內或外鄉 樹花葬費用僅需8000元 讓王者有眠大自然 也能為環境盡奮心力 別知異異 評論是不聽張志豪採訪報道